在昨天的调解中 我们认识了一对来自江西九江的夫妻 他们被幸运眷顾 2014年 苗浦被征迁 获得了一笔高达2000万的补偿款 征收款以自信到账2000万 本以为是件好事 没想到这场幸运却给家庭带来了巨变 希子元女士说 曾经温柔体贴的丈夫 变成了目空一切极度膨胀的爆发户 她有钱啊 目空一切和以前判了两人 她擅自处理财产 不顾我的反对把钱 卸给房地产公司的汪总500万 还无底线挥霍 干爹像电视一样投了180万 一句干爹就180万出去了 灰金如土 50万一针干细胞 就是听现情的人花言巧语 我花了40万打两千 甚至为了防备袁女士 不惜营造没钱的假象 她总是叫没钱没钱 找你啊 总是知道这个假象 而丈夫老王却理直气壮地认为 这是她的婚钱个人财产 妻子无权干涉 这是你的婚钱财产 她的独断专行 让观察员们都忍不住愤怒 得财相配 它是财 得财不配它是货 你处处自己当家做主 根本没有把妻子放在眼里 然而就在律师张扬 追问老王两千万的去向时 老王却气急败坏 怒斥调解团队不应该同情袁女士 她认为妻子实际上是个心思歹毒 想对她谋财害命的女人 今天我们将看到老王细数 妻子对她谋财害命的证据 不但不给她治病 甚至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在我家里死了几个月 她是专门是让我们到处外面毁光 到处乱传 如今的婚姻已经是穷途末路 没有婚姻 已经破裂得不得了了 袁女士真如老王所说 是为了图钱而不顾一切的女人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我就是想保护家产 当守财和保命产生了激烈的较量 残局该如何收场 你对待钱的态度高过对待她命的态度 难道只有钱才能抓住钱吗 原本可以过得温馨幸福 殷实安稳的家庭 如今闹得风雨飘摇鸡犬不宁 调解团队该如何运筹帷幄 才能为夫妻俩双双找回信任和安全感 助力这个家庭重回安宁 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成为富翁之后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我去年病了要死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疫苗补还可以买200万 本来可以买六七百万 现在能买200万 我说我就拿四五十万到南昌去治病 剩下钱全部给你 她就跟我说你那个病是治不好的 200万也治不好 我叫她说起你一句话 我想我早就死了 你觉得她不够尽心尽力是吗 对对对 我很冷心 这个人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所以 所以几个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年 从这个过年二十四到今年三年底 我只留两周路没钱 是没管你吗 没人管我 但是我们把那个基地卖掉 220万 我当时好知情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 我说至少五百万可以卖 我说这就我们太吃亏了 她就说你不卖 你就希望我死 你就是这样 我一记发炎全都不能有 她说私人诊所 给她杂志 一个月 她就可以把她的病全都当根 全部好 糖尿病啊什么 我说你的病不要上当受骗 你的病不可能弄好的 糖尿病是国家难题 世界难题 如果她一个私人诊所 可以把你的糖尿病搞好 那就是她 世界专利全都请她走 你不要听她上当受骗 你是在针对她受到的这个蛊惑 告诉她这是谎言 并不是因为在说到 那个拿多少钱治病 这个时候说的 她说今年都没人陪她过年 她就一个人过的 怎么回事 今年七年 下半年 我们俩闹出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那边亲戚也多调解 她两只两只都答应 到我那里去过年 一家人我也很欢迎 我们两个人正在一起拥抱 很高兴 我们两个人感情 其实我很有感情的 我也舍不得她 我叫她去生活 她又不去 真正不去 又不去 过年那个时候 她心里对你是很有感情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完全不觉得 假话 是你没感情 我还认感情呢 谈到老王独自一人过年 约约是流下了眼泪 似乎对她很是心疼 然而老王却说 妻子全是虚情假意 否则她不会在治病救命这件事上 一再地反对和破坏她的计划 致她的性命于不顾 老王说 妻子的坏已经深入骨髓 这种恶意根本不止一次 是因为这一次你生病 她的这一句话 让你产生了内心的这种不安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事情 把它联想在一起 让你有了这样一个结论 这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的 多了 她肯定明白 老王这番话似乎在说 她活着很不容易 袁玉士到底做了什么 让她感觉这么岌岌可危 前阵子 我叫她给小女 买个毛线衣打折的时候 五十块钱一千 她说她没钱不买 她不肯 没钱 我说我一直等她拿钱 她低声吸气跟她讲 她就跑了 跑了我就拉着她 你不要跑 你拿一个年买 一百块钱年死不得 拉着她就这样 拉着这个墙头 对着我 因为她是这样的人 首先动手 她一打人 首先是把你的头和扎住 往地上一倒 就为了防卫 为了保命 我不让你白打 我又先 你真的这个困难 我就说你肯定现在就是要打我 就一百年就是要用力 也在打她 吓她弄她 我还没用钱 你倒了 在地上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下子就倒了 怎么这么容易倒 那是她想打我 以这个为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给女儿买呢 不成难 我自己的女儿 我不愿意买 是怎样就怎样 那你觉得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的目的是什么 她现在到这种情况了 希望早点死了 你坚定地这么认为 是吗 是百分之百的 我死了 她捅腔 我苗布全部是她的 为了开产 她是老门娘 我一百六十万的鸟子 她全部拿不去的 她会受账了 还有很多红杉镜 土地镜 她就全部拿去了 包括财务都拿去了 因为她也害怕 你会把东西全拿走 对 你也害怕 她会把东西全占有 你们俩就是 互相都不相信对方 是我奋斗一生的财产 我是怕她变卖 好 我们回到这个点上 王先生 你心里对她 在这方面的担心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 你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她是 图这些财产吗 刚才没有 开始没有 也是有钱以后变了 就是15年以后 我病了以后 我就担心在这 你并不相信 她是一个愿意和你 一起奋斗 一起承担的人 没有这个事 老王认为 妻子因一点小事 就对她打打出手 完全是有预谋的 加上她把家里 剩余的财产 全部拢到了自己手里 更让老王认定 妻子就是想对她 谋财害命 然而 袁女士却觉得很委屈 明明是丈夫 转移财产在先 不先发致人 她最后可能会 一无所有 怎么就谋财害命呢 就在争论之时 老王抛出了一个重磅信息 妻子已经找好了下一家 联合对付她 她这么年轻 小我18岁 她有个朋友 威吓我 要交钱 几十条短信 要打死我 第二 我一个人在家 他叫大奔 叫到我楼上 所以人家借我的钱 他都打个条子 现在又把条子 全部偷走了 叫你折瘦不折瘦 我说我折瘦 我可先借你 他给什么回你 我来过个年 法院你还提点钱 他不折 其实 问题呢 不折 我就下来 是吧 我就在家里不回应 但是专门是 要我没的时候 我跟他有关系 到处外面毁谤 到处乱传 传到大家 在我家里 睡了几个月 我们睡觉室的三楼 一楼是租人家打麻将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人到家里去了 不是到我楼上去了 到那边楼上去了 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道 那边走 没人睡觉的 突然陌生人 因为和外界是相通的 他以为是 有人是跟我有关系 就怎么样 一直是那样 可能与那个细节有关系 这是扎在老王心里 最深的刺 正是这根怀疑的刺 让老王把袁女士 打上了谋财害命的坏名号 妻子真的如老王所说 是一个为了图钱 而不想让她偿命的坏女人吗 袁女士大喊冤枉 因为我当时是生了一个年 只有四个多月 走在街上 多人看到一个分界所 很好奇 我就跑进里面 我也报个名 他也原来也报了名 我就在那里认识了 我和他有共同的语言 因为我喜欢 读书出来就是专业致富 而他也是搞这一行的 搞这个土地专业致富 我也是 我就想 你现在年纪大 只要对我的年好 我也对我好 我为你牺牲我一切 没关系 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钱 一分钱都没有 我到跟他在县城 都是白手起家 那个时候 我跟他多么可怜 装进肖默别人 有地砖的那个好房子 我说我家什么时候有 后来我跟他生的年 去开 我说给他补个铁心开 那个口服一给他 想他拿点钱我去买 我看见他在外面来 门脸乌银 一定是要钱 我一看出他 他不是不舍得 而是没钱 我很理解 该我有出力的时候了 我的哥哥 正好生了一个儿子 康祝生 他也是 也有反正要请人 我说我来做保姆 我来请 把他带到我家 你愿意吃这个苦 我愿意吃这个 我从来没吃过苦的人 我是读书 读书一出来就结婚 我就说我来带 我就哥哥 我带他真好 很高兴 他给了工资高 都给我带 带了两年 一出生就跟我身边带 你说我收的 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女 虽然苦 但是他这个人 你还是认可的 人很好 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未来有希望 他很奋斗 那个时候 他很吃苦 我也看出来了 其人说没钱 那个时候 我单位不好 买断 买断的钱 也用到家里来了 他说为了我 这样奋斗 我绝对不能抱歉 他当时 也有很多人 叫我不要跟他 那么高的年纪 那么穷 是吧 又那么丑 不要跟他 我说 我说我不能做 没良心的人 我嫁给谁 就嫁给谁 所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冲着这个人的 就是跟他 我是认可这个人的 既然答应跟他 就要跟他 结果共同奋斗 在那个时候 他对你的好 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外面来 外面 我原来的就打电话 我来吃饭 我什么的 今天不来吃饭 你会牵挂着你吗 牵挂 每时每刻 都是每天都有电话 绝没有那种 高高在上的感觉 一点都没有 王先生你觉得呢 人家说同甘共苦 共苦这一点 你认可吗 开始可以 你觉得他为什么 在这样的年龄差 包括条件也并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他愿意跟着你 你是怎么看待他的 他说过这个话 就说一个人 要一直要奋斗 他可能是跟着 我有奋斗精神 他愿意跟着我 是图你对我好 对孩子好 当初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并不会像现在这样 认为他是图你什么 对 当时没有这个感觉 那既然可以共苦 为什么到现在 日子越过越好了 有钱了 不能够同甘呢 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现在老了 是不是 第二个是我现在 没有分头能力 也搞不到钱 有没有可能 是你自己敏感了 或者说自己不自信了 不是的 你觉得他 比如说我现在 忽悉感情 没有忽悉感情 已经破裂得不得了了 低婚以宿上 离婚上是拿起的 所以这么做 只会让你更加认为 他就是为了钱 我也理解他 他这么严静 小为18岁 是不是 因为他自从征收之后 非货无度 他留下这么多债务 想保一点 如果我再不 把这个经济分割 我的小女怎么活 我也老了 我的小女还未成年 我这样并不是为了离婚 为了这些什么 而是为了保护家庭 操散 老王执着地认为 袁女士从前 是为了钱选择她 如今是为了钱 放弃她 今天 老王的一位好友 以及袁女士的大女儿 也一起陪同来调解 看到夫妻俩 闹成这般模样 老王的好友说 这其中存在许多误会 他实在坐不住 必须上场 为他们解释清楚 好 我们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故意转移财产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跟她 付送之家 了解已经有一年到两年了 那么这个经济有时候 就是比较温暖 没有钱 是是是 就为什么 就是她做这些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 我可以处理 不用告诉她 第二点就是 在她生病以后 老王自己心里的想法也好 又产生什么变化和影响 王总告诉我的时候 那这个你的什么不舒服辅导啊 我说这个是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她也不会相信的 她说她如果要走过去 在外生活 肯定会下这个毒药 给她吐死 她都想到这一点 她说穷掉了 我说你一定要过去 在外生活 你如果当过 你自己洗衣服 自己路 对啊 生活路上山很多天 一定要到一块一 那个肝精是平衡的 是的 老王啊 当然也有错误 吃这个保养品啊 一年我问她吃多少 那时候吃一百七八十万 那打这个肝细胞 那几十万一针 打一针又打一针 一年下半年 她都还想照顾打这个针 那中文这个担心 把死啊 自想鼓励打破了 老婆想害死啊 这个心如果解除了 关键就是 那就没什么关系 关键就是 怎么才能解除 我跟她说 马上会给我红脸 现在您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 思想工作做得痛 两根极好是财块 财块地两根都有的 要是真的过不下去 离开也可以 把财产这些事都说清楚 那明白 那再三 都说好清楚 好 明白 谢谢您啊 好友理性地数落了老王的不足之处 也说明了他的财产状况 以及老王对妻子的认定 可能存在偏差 希望他们以何为贵 接下来 袁女士带来一起生活的大女儿 也希望上场 助力父母 化干戈为玉帛 是小女儿还是大女儿 大女儿 我对女儿好 哎呦 看着女儿脸上这个笑啊 哎 我女儿好 这个女儿是老王一手养大的 她一上场 本来满脸乌云的老王 瞬间变得春风满面 女儿会理解和支持她的想法吗 我爸爸他投资这种事情 还是比较看自己的 就不会跟我妈妈商量 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各种矛盾 我觉得我妈妈肯定 确实是心里 那没有安全感的 爸爸很担心 就是妈妈现在这样会 治她于不顾 特别是生病以后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其实也感觉到了 因为平时我们也有沟通嘛 但是我觉得妈妈不会这样子 虽然这也不是我说 不会这样子 我爸就会相信的 你觉得妈妈对爸爸在这方面 是做的 比如说可能会容易 让他有这个产生这种误会 还是其实妈妈 已经做得挺好了 他可能比较粗心的那种 就可能有时候 就没有照顾到点上吧 那其实没有什么坏心思 是他们沟通的问题 就吵得特别严重 他们俩已经互相不想沟通了 就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是靠我这中间传话的 接下来你希望爸爸妈妈 他们怎么来处理 不管是钱的问题也好 还是感情的问题也好 当然他们在一起还是更好 因为我还有一个小妹妹 他们我觉得她也是需要 一个父爱和一个母爱 在一起的 然后我也希望我 平时工作完回家 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和和睦睦的 因为我妈就希望我爸 能够对她坦诚一点嘛 就是比如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跟她商量 这是你对你爸爸做的 对 对妈妈改变一下 她有时候的脾气 到气头上就会 什么话都不经过大脑 对 这种时候可能就对爸爸来讲 伤害会比较大 对 听到了吗你们两位 听到了 觉得女儿说的在理吗 她是她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你看刚才你的朋友也好 你的女儿也好 她们都说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们都是带着感情 和友谊一些话 跟我们心里的话 她不清楚 我想已经到头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我就是想保护家产 分割吗 分割好 她不离婚 我就在这边过 还是自己一个人吗 我不能爱闹死我 再一节时早一点 女儿和好友的分析 都无法改变老王的想法 她对妻子的防备 犹如钢铁 肩不可摧 到底是什么 让她的想法这么偏执 让她对夫妻情感 很难再建信任 袁女士说 这也许和丈夫 曲折的成长经历相关 因为她从小没有父母孤儿 在外面这个人家生活 那个人家生活 不一定是我五岁走了 母亲是七八岁 她改嫁了 东家住一个月 谁家住一个月 我从九十岁 就是一个人过 一个人 下半年生 那么厚的兵 我都是持久在外面走路 没有鞋子装 谁照顾你 养活你呢 没有 我持五宝库 我的老师看着我下雪 冻冰雪都留眼力 总是这么外心思想我 不了解我 我觉得与她小时候的 那个东西有关系 有影响 因为她不懂亲情 夫妻俩今天形同陌路 真的如袁女士所说 是老王不懂亲情吗 她心中的防御之盾 如何才能消除 律师徐建荣率先做出了分析 老王 老夫少妻 我们都能理解 都会有顾虑的 但是当你的顾虑 成为影响家庭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 你的经营果断 也是你后面能成长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的果断 有时候就变成了武断 就成了一种伤害 你这种伤害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以后 它当时对你的崇拜 就成了对你的什么呀 慢慢的可能就会寻致 认为你是对她的一种伤害了 崇拜变成伤害 其实是很可怕的 像他十八岁的年龄 他嫁给你 他肯定是看中你身上的 哪个亮点光点 一个人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爱一个人 他如果说 看中了你有钱 那你那个时候就有钱 但你那个时候不是很有钱吧 对吧 他年轻貌美 你那时候年过四旬吧 对吧 你要回过头来想一想 他那个时候看中你什么 当年他没看中你什么 你拿了两千万的时候 他都没害死你 你现在身无分文的时候 他怎么害死你 一 按照法定继承 民法店里面有 他能拿多少 就算先拿一半吧 他能拿多少 后面的要子女分吧 你有几个子女 我们两人一起有三个子女 你们两人一起三个 你跟那个前进 我大家人有两个 我有五个子女 你有五个子女吧 对 他能分到你 你让你的律师给你算一下 他能分到你多少钱 如果把你害死 好 这是第一 害死你 他能不能拿到钱 从法律规定 如果他对你有任何的 不利的行为 他的这一部分 包括共同财产 他是可以 有可能被剥夺 他的继承权的 法律对你是有保障的 他要通过正常法律手段 他来继承你的财产 他害死你的话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你这块的顾虑 其实我觉得 有点多虑 当然你开不开心 会影响你的健康 有时候会有 这个我理解 那归根到底 还是你们感情 好不好的问题 王先生 这两年得病了 这个女方的态度呢 这个王先生 也存在了一个想法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年龄 宣熟 包括她这个身体状况 她在考虑她的问题 所以说到今天 你们两个 那就是相互猜疑 相互不信任 王先生 你们两个是在 这个婚介所认识的 现在目前有三个孩子 在你们身边 他对你到目前为止 他也觉得你是个好人 是个老实人 是个实在人 但是你很坚守 你自己的想法 你的做法 你身为一个病人 你不希望 你的儿女在身边吗 守着你吗 你不希望你的晚年 幸福开心吗 更何况 你的妻子 她也没有是说 非要走到离婚那一地步 女方 在南方这个 生病的时候 你也说了 有一次发生了 肢体上的这个碰撞 从你的内心里边 你就是 你的这种态度 你们两个的这种 这个不信任 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走到今天这一地步 你也有一定的责任 在他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去关心他 所以说他会有 产生一些想法 他不在一条心 我是在保护自己 保护孩子 不能说怎么生神 因为你现在 一直用这种态度 对待他 你们两个 可以这样说 那已经是恶性循环了 根本就说不到一个点上 他有他的想法 你有的想法 你们各自在揣摄 自己的想法 为了自己的今后生活 再考虑再打算 所以说你们的婚姻 你觉得还能保证下去吗 如果你们还想 在一起生活 还想把这个家 经营下去 那你们的思想 说话 对待对方的这个态度 是必须要改变的 这个男人 是个善良的好男人 刚才这个上场的漂亮女孩 是你们两个人 共同的亲生吗 这样带来的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我看到这个男人 那一下绽放出来的笑容 我真的 我感觉到 那比亲生还要亲 事如己出 证明他是爱你的 所以爱乌及乌 他才会这么爱孩子 比方 你别太担心 这个男人 是个善良的好男人 他始终没有忘掉 你带过来的孩子 为什么你不会感动呢 为什么会出现在今天 他极度地防备你 他生病 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的时候 对于邋遢来讲 他有绝望 你知道吗 比他小18岁的一个人 而且跟你两个人 还有共同的两个孩子 特别是他生了病以后 你觉得他达 50万一针的干细胞针 我想告诉你 人到了一定的程度 当他身体状况出现 信号的时候 那种求生的欲望 这是很强的 你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假如说换过 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应该陪同这个男人 告诉他 老公别怕 你生病了 有我在 不管哪里 我为你去 寻医喂药 我24小时 陪附在你身边 我看得出来 你还是想把这个日子过好 因为你的孩子才11岁 还没有成年 你是极度的不安全感 觉得这个男人 会把所有的 现有的资产 全部转走 以后所有的债务 让你一个人来背负 你再想想看 现在是究竟谁 想离开谁 这就是他最大的不安全感 想要经济公开透明 人和心 都是分开的 难道只有钱 才能抓住钱吗 原女士想守财 王先生想保命 从2000万的分配来看 王先生不是一个守财的人 恰恰在这个时候 你因为他不会守财 而跳出来开始进行 守财的一些举动 比如说求证 比如说查账 甚至诉诸法律 而这个时候 王先生是忙着保命的 他宁可花几十万被骗 你更应该看到的是 他保命的心切 那么当一个人 保命心切的时候 他就会观察在这个时候 你是怎么对待他的命的 那显然在这一刻 你对待钱的态度 高过对待他命的态度 时至今日 你在他眼里成了这种人 我觉得可能 他是有世俗的成分 你们两个老夫少妻 相差将近20岁 那你说没有担忧 这个也是假的 那么有 为什么会成为主导呢 另外 你老公看到 你带过来的这个女儿 就是一看 就是那种有感情的父亲 望向自己的女儿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那如果有这种感情的男人 那怎么跟你之间 就没处处感情出来呢 你在你老公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首先要知道目前 他心里的急切需求是什么 他就是保命 那么在对他保命的这件事情上 如果他能感受到这一刻 那其他的事情都好办 不然的话 你们两个那可能真的只能分分离心 王先生 面对您目前的身体状况 我非常诚恳地跟你说一句 想保命 如果思想不开阔 对亲情关系缺乏信任感 保起来太费劲了 所以真正的保命的人 就是不管身体上得了多严重的疾病 他们都是努力 让自己活在一种希望里 老天有后代你 让大女儿告诉你 什么是真感情 什么是亲情 因为我们生了重病的人 都是因为对亲情的支撑有希望 觉得生活很温暖 所以我愿意又调动自己的心理能量 好好活下去 老天派了这样的一个温良的女儿给你 这是老天对你的后代 你要珍惜 第二点 有很多病 不是病本身导致死亡的 而是错误的治疗方式 钱花了不要紧 既然征手给了你这个钱 老天也是让你拿来救命的 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真的 它得是对于我们的疗愈是有用的 而不是增加了我们身体的伤害 这点我一定要提醒你 所以在治疗的方案方法和用药上 一定要确保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老王和袁女士 夫妻俩一个为了保命迷失自我 一个为了守财不顾一切 夫妻穷感在相互较量中逐渐分崩离析 荡然无存 然而经过调解团队分析后来到密室环节 老王开始有所反省 老王不再像之前那般理直气壮 她意识到了对妻子的不尊重 并愿意调整 此时袁女士正在密室另一边 和律师张扬进行交流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我因为去年一次是希望在一起生活 好好地来 只要以情相待不要隐瞒我 袁女士坦言 对老王的感情从未改变 只是希望老王能给自己多一些安全感 看着老王的身体不如从前 袁女士觉得现在纠结已经被挥霍的财产 没有多大意义 只要老王今后能够经济透明 用剩余的财产解决好他目前的困境 别再让他担惊受怕就行 特别是写在他女儿名下的那套房子 女儿刚出校园没有还贷能力 老王必须按时还贷 不能给女儿征信带来影响 还在当下不怕连累我的女儿 她上次一高兴起来就把还贷还 就还一下子不好 我不还还贷 等于就是要跟她约定好 一个月八千多 一个月八千多 信用卡我现在分期了 是四千三百多块钱 现在她不管了 我的工资是有一千八 家庭经济收入全都在她身边 我拿什么款 我还有我的小女 八千多的房贷 九万元的信用卡 她和小女儿的生活保障 这些是袁女士当前最大的困境 这些困境老王能否为她一一解决 房贷是我父 那还有信用卡呢 信用卡还清了 信用卡还清了 不是说还有一个九万块钱的银行信用卡 这个意思吧 每个月还四千是吧 那是她儿子的钱 跟家里没关系 她前一还一个儿子 这个就看在这个份上 她你就走位给她们 我定 好吧 给 好吧 可以 每个月固定 给多少钱 给家里的生活 她有工资 一千八百块钱 是我给她搞的 第二个人 我现行的还有一根店面 住手机了 一万八十块钱 一年 有一千五百块钱个月 三千三 你觉得够用不 够用 多嘞 还有一个 有些什么大小事 跟她商量一下 好吧 可以 可以 老王保证按时还贷 袁女士信用卡欠的九万元 她也愿意一并承担 生活费方面 她会保障妻子 一个月有三千三百元的生活费用 老王愿意为曾经的错误 做出弥补 这样的态度 袁女士会满意吗 带着老王的诚意 廖席玉决定 去和袁女士聊一聊 现在我们不是钱的问题 还是有个孩子的问题 对吧 我愿意给你吃过 我也愿意一起给你打拼 对不对 你要这样想 听得懂吧 要学会沟通 我的目的就是 希望你马上好起来 廖席玉希望袁女士 在这种时期 不要只贯注钱 应该多关心 丈夫的身体状况 夫妻才能尽早地 找回感情 重建信任 袁女士看到了老王的诚意 但是怕口说无凭 她希望有份协议 能够保证内心的安全感 协议具体内容 将会怎样呈现 回到调解现场 我们一起期待 明日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好 我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一 双方保证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任何一方处置家庭共有的财产债权 均应当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不得未经另一方同意而擅自处置 擅自处置的一方 应当将擅自处置的财产的等额价值 全部支付给另一方 第二 甲方 也就是王先生承诺 每月及时支付女儿的房贷 不得预期支付或者拒绝支付 并自2023年起 每年支付乙方 也就是女方的生活费 一万八千元 男方自愿帮女方 归还信用卡借款九万元 双方在以后的生活中 应当互相关爱 女方积极配合男方 进行正规的治疗 好 看一下双方能否接受 接受的话我们就签字 我们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 你还不容易辛苦了 是不是 三个人也带大了 我以前用那么多钱 没跟你商量 这是我对不对 以后只要我们在一起 还是家里用钱 我都跟你商量好不好 比如说买东西 买东西也告诉你 是不是 你不同意我就不卖 现在新鲜的钱呢 先把我们现在全部还清 能够有多一点钱 二人走五分开 还是怎么回事 都保证你好不好 你不要坚弃啊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把身体养好 你好好的小孩 好吧 你身体也要注意 不要告诉我 我们在一起 还是把生活过好 我们也重新感谢各位老师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我也很希望你身体好 我们小孩都需要你 你以后无论什么事情 要跟我商量 要让我心中有素 好好的生活 要共同努力 为了孩子 人要想保命 一定要先养心 这才是长寿之道 钱其实我觉得你是放得下的 我们就放宽心 好好生活 不要心里那么重的负担 前嫌既逝 希望你早日赶福 送你本书吧 我们金牌调解 精华智慧的凝聚 幸福二十一问 回去好好学一下 好吧 希望你们好好的 节目最后送上 金牌调解的 幸福二十一问这本书 希望通过这本书 给大家的生活 带去智慧和幸福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调解结束了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守财和保命的两个人 终于暂时休战 走出调解现场时 廖喜玉听原女士的女儿说 母亲之前在法院起诉父亲的案子 还在进行中 为了解决当事人的后顾之忧 廖喜玉决定 厂后跟进 经过漫长的沟通 袁女士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 准备着说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相信你 如果你做得好 我肯定更会对你好 过去的都过去了 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加油 好 对 夫妻俩拉起手的样子 仿佛又回到了2014年以前 夫妻恩爱 风雨共丹的日子 很多人都期待着一夜暴富 但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初心 以一颗平常心 面对暴富后的诱惑 看过老王和袁女士一家的案例后 希望大家都能认清 财富的真谛是造福家庭 而不是毁灭家庭 如达鸣艺庭 宜萱 际优优独播剧场—— 《苏子》 谷政党 由达优独播剧场—— 《苏子》 廳